下一位,请耳顿议员执行 谢谢主席 市长还有副市长还有市府团队 集图所长,大家早安,大家平安 今天早上大概有两个议题要跟市长 以及团队来就教 那首先我们还是一样 我每一次都会教大家母乙 这个阿梅族语 这个叫尹纳 尹纳的意思是叫妈妈 母亲 有好多族群也都一样 有的叫尹纳 那我们用四声叫尹纳 可以跟我一起来回应一下尹纳 对,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花妈叫尹纳 是我们大高雄的母亲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妈妈的意思 那妈妈扮演的角色是蛮重要 那接下来要请妈妈真的是要好好地挺一下这个原住民的议题 那这个议题是要跟市长报告 就是高雄市政府应该要征行国家研究民族博物馆 的闲职应该是在高雄 为什么 那几下我有理由 那这些理由呢 那我们也透过几位学者 特别是前任的那史前博物馆的馆长 同村发院长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他也觉得说 其实应该都要拉在南部 南部地区有很多的族群 有几项理由 那我要跟市长来报告 他最重要的是 一记这个 就是原住民教育法跟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国家的既定的政策 那为了要积极保存原住民族文化的在地性跟多样性 完备原住民族未来的文化发展 治理平台 以文化国力 原住民族委员会 他一记原住民族教育法的30条 中央政府应该是需要设置行政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中心或博物馆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的预计 那这也是要跟市长报告 那为什么会觉得说 国家原住民族博物馆 建置在我们南台湾 特别是在高雄 那这个会帮助我们在原住民族的教育体制 或是认同南台湾在地的乡土情谊 原住民族文化的传承跟创新呢 那要把那个未来的发展 区域的发展 这样子的理由 我是觉得是蛮足够的 那接下来有几个面向 那我会把这个缩帖 待会我大概解释完之后 跟市长报告完会替给市长 我们可以来参考看看 那未来 这个是蛮重要的 在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呢 南台湾的历史定位 南台湾是台湾多元族群的原乡文化首都 我们都把国家的首都放在台北 那其实我们高雄可以成为一个文化的首都 它的理由是这样 那台湾经历百年来有不同的族群文化 更营与洗礼 显现出相当丰富的族群景观与人文特色 并发展成今天多元而特殊的台湾文化 那第二个呢 在南台湾的土地下 并藏更多的原住民 在这块台湾土地上有千百年的历史 它的缩影跟文化的遗产 南台湾正好是台湾历史定位上 族群原乡以及文化首都 那第三个呢 从多元原住民族群的主体性来看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高雄来讲 这个上海合体 港都高雄 其实我们觉得 这个母体性主要的环境 其实对原住民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第二项呢 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们有这么多学校在这里 各大专业校 我们中山大学 高雄师范大学 高雄大学 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海洋科技大学 还有国际外语大学 种种 这些学校 如果我们整合 把这些大专业校 他们的特色 以及研究的能量 可以很积极地 加入多元族群的研究 我相信这个也是对高雄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那再来我们高雄市呢 有特色的博物馆总有14间 艺术博物馆有4间 史博物馆有3间 科学博物馆一间 美术馆一间 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间 还有客家文物馆 其实这样的经验呢 可以贡献 设置国家援助民族博物馆 在大高雄的辖区内 那第三个呢 要落实国家重大政策 我们闲止在高雄 契合三海合一 南岛意识与港都 因为 第一个呢 高雄 是南台湾民族大型博物馆的缺口 你看 台湾在70年以后 我们有5个很大 很大的博物馆 我们为了迎向 未来文化大国 以及生活大国的趋势呢 我们有设置 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台中 还有国立的科学工艺馆 虽然在高雄 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在屏东 还有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在台东 那基隆呢 还有海洋科技博物馆 这5大博物馆 其实 台湾已经有这样的实力 在治理博物馆的 很重要的指标 那我们觉得说 南台湾也是需要 这样的博物馆 就是云住民族博物馆 它可以完备 全岛 民族学博物馆的 这个博物馆链 可以串联起来 那我待会还会再讲 我们南岛以细的部分 那当然了 高雄也是一个 光光的大城市 如果把 这个国家博物馆 放在我们高雄的话 我觉得是最好不过 因为它除了这个 促进多元文化的族情交流 城乡 互乡效应 也能够立足 南台湾跨越南岛 那台湾研究民族 最多的也是在高雄 那我们刚去年 有设立了 卡拉卡纳夫跟拉鲁瓦 那最重要的 兵贫的语言 有五个族情 除了这两个 刚刚我讲的 这两个族情之外 在茂林 除了茂林部落 万山部落跟多纳部落 其实官方统计 他们都是属于卢凯族 其实这三个部落 语言都是不通的 当然我们统称 他们都是卢凯族 他们也是兵贫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 如果设立在我们这边 对原住民是很大的帮助 也对观光是很大的一些效应 因为它能够创造观光的群聚效应 也能够增加观光收益 在地的经济产值也会成长 促进原乡 整体的生活 以及身处环境的改善 会可以造福我们族人 这个是第三项 第四项 博物馆 它不是一座空间的孤岛 博物馆 它必须考虑到墙外的生活脉络 所以 我的建议是说 我们应该把原住民族的博物馆放在高雄 主要是 它不是一个国家试图收藏原住民的文物之外 因为当代的退场之后的影响空间 未来就是说 我们要积极作为我们当代原住民 开创下一波生存空间的可能性的平台 之所以要怎么讲 这个墙外的生活脉络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要跟市长报告之说 最新的学说 就人类学的学说 跟语言学的学说 南岛乙系 台湾原住民是南岛乙系的发言地 这个发言地从北台湾 南到纽西兰 东到复活岛 西到马达加斯加岛 这一个都是南岛乙系的租情 这个有几亿的人口 这个人口非常多 这个可以称是 如果是台湾是起源的话 这一群都是原住民的表妹表弟 都是我们的主人 如果我们有这个博物馆在这边 我们可以串联 那另外要跟市长报告 我曾经到奥地利 97年当主委的时候 我到奥地利 有特别到拜会台湾经济办事处的处长 那处长告诉我说 他已经串联在欧盟 欧洲这一带的博物馆 那边有非常多的原住民文物 大概上百件上千件 过去他们来到台湾 荷兰把这些东西带过去的时候 他们知道是台湾原住民的文物 但是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样的使用方法 他也特别呢 行文到行政院圆明会 当时的主委是孙大川 结果他都没有什么作为 那我也亲自把公文 从那边回国之后 带到行政院圆明会 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做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这个博物馆设置在高雄 我们也可以串联 会把这些在欧洲过去 这些欧洲人拿走的这些文物 可以再搬回 他们有那个想法是说 能够在欧盟这一带 把原住民的文物展示 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用途是做什么 我们却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蛮可惜的 那这个已经隔了几年 公文也给了他 处长说公文丢了一年都没有什么消息 那我亲自再送也隔了好几年 也没这个消息 他们没有这样的眼见 我是觉得现在有这个机会 如果博物馆设置在高雄 我们可以来串联 这个部分 那我的结论是说 高雄是我们族群原乡 也是文化首都 我们盼望说 我们把这个部分也纳入到 我们闲职的计划之一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是对高雄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现在有三个县市 争取原住民博物馆 第一个是新北市 第二个是桃园市 第三个是花莲县 那我们高雄 好像都没有什么动静 那我们盼望是说 把这个也列入在里头 你看北部有 有故宫博物院 顺利博物馆 这个北头的凯达格拉文化馆 都是原名的 北头的文物馆里面 也常常把原住民文物展示 那乌莱呢 也有泰亚族 这个民族博物馆 几乎都在北部了 那东部呢 就死前博物馆 高雄却没有 那所以在这边 就用这个种执行的时间 要跟市长报告 我觉得我们应该 把那个高度拉高 那再来 我觉得高雄的腹地也大 那族群 我讲的 我们族群最丰富 而且宾平的语言 也几乎都在我们高雄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说法 跟这样的想法 不知道市长同不同意 那请市长来答复 市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额邓议员 高雄市大概16族的原住民 大概是各个族群高雄市 所有16族 几乎高雄市都有 如果国家的一个民族博物馆 如果能够 原住民的民族博物馆 如果能在高雄 这个跟在台东 史前文化博物馆是不一样 那我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要跟整个延民会来争取 还是跟现在的主委 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有这样的规划 那我个人同意是认为这是最适合 真的最适合 那我会觉得这个部分 高雄本来就是高雄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 16族的原住民都在高雄 那如果说整个原住民的民族博物馆能够在高雄 我相信这个对高雄未来 整个刚刚儿的一眼提到 我们能够联合其他国家的原住民 如果大家能够尊重少数的原住民 尊重这些最美丽的族群 可以这样的话 我想我个人是非常的赞成 那如果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之中 需要去拜访中央的人民会等等 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愿意 我们会把高雄的优势 如果中央如果能够跟我们合作 如果把原住民族的博物馆能够在高雄 我个人是非常的欢迎 同时也愿意地方政府 愿意充分的配合来合作 谢谢市长 有这样的高度跟想法 我也在这边真的是感谢 那我要把这一份说帖 那其实要跟市长来分享 这是透过跟同院长 同馆长 他有一些想法跟概念 那我也是跟他讨论之后 也觉得说 其实高雄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好地方 那我现在把这份要给市长 这个是要交给院长还是什么 可以研究一下我们来成为高雄市一个选择 是是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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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议题要跟市长讨论的是 高雄市人民会的文化活动经费 有类减 这个真的是要跟市长来报告 之前人民会之所以有这个文化博览会的费用 是在陈勤迈市长 他当任代理市长的时候 我那时候大概93年当任议员 那93那一年就也有提过 那他接任的时候是94年 那我有稍微跟他提过说 其实原住民的文化活动其实很重要 也希望说透过这些文化活动能够展现高雄的原住民 那当时他是说我可以考虑考虑 但是他正好他去接棋到德国的杜伊斯堡 他去这个参加市应的接棋 其中有一团就是台湾的原住民 就是因为他亲自告诉我说 欸 儿邓真的不错 台湾原住民的文化可以站在舞台上 在国际的舞台上 当时呢在表演的时候 哇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样他回国之后 我办了一个风年祭 他特别来参加我所办的风年祭 他就在那个现场说 我愿意支持儿邓所提出的文化活动的经费 他当时呢 就编列了这个经费 那待会儿再跟市长来报告这些经费 那接下来呢 市长你上任之后 这个市应的开幕 我们也觉得把原住民也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也让世界都看到台湾的原住民有不同的文化 这是在你任内 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市应 大家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我要跟市长报告的是 在还没有合并以前 高雄市的原住民 他自己的活动 在95年 秦迈市长那时候编了1000万 我们有延续性 一直到96年 大概有1000万 到97年的时候 我们因为尊杰 就删减了300万 一直到98年 那合并的时候 99年就变成500万 接下来呢 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从500万 一直锐减 102年就400万 103年350万 104年250万 到今年 剩下187万 所以市长也觉得说 原住民的活动好像减少了 其实不是减少 是因为经费少了 他不得不缩减 那过去呢 过去有这么多活动 你看95年到99年 还有100年到104年 他都有这么多的活动 到了今年 只剩下一个联合封年纪 只剩下这个 文化活动的 只剩下这个 我们也可以请 移民会来说明 因为我后来知道 其实在行政院移民会 他有一个叫 督研发展计划 过去他都有 匡列这些费用 直接就给高雄市 人民会 后来他把这个计划 全部变成竞争型 你要写计划 跟市长报告 因为前几年 今年选总统 他们一毛钱 都不给人民会 就造成人民会要办活动 也没中央的义注 我先请人民会的股仲主委 我刚刚讲的这样对不对 按着我的了解 可不可以答复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邓议员 跟业报告 如果针对 人民会在预算编列 有关于南岛文化系列活动的预算来讲的话 确实诚如意言 在简报里面的资料 我们今年大概剩下一百八十几万 那相对的中央对于 我们地方政府在推展 原住民文化活动的部分 预算也一直逐年减少 那当然也有考虑到 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动文化活动 我们都会结合 多元的一种面向来去推动 比如说包括跟产业的结合 所以我们会 很多的大型的活动 我们大概都会从产业的计划来去着手 那我这里做个说明 除了我们南岛文化系列活动 编列一百八十几万以外 其实我们市府自酬 管理原住民文化传承跟推广的部分 大概有编列大概三百多万 所以我们自酬大概是 加刚刚南岛文化系列活动 大概四百多万 中央的部分 我们去年争取一百零五年度 预算是大概有六百多万 不过他们在今年 还没完全的核定到达这个数字 那我在一将主委到访的时候 也跟他提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都市原住民文化预算的部分 包括语言传承这个部分 我想已经把相关的计划 请一将主委可能要思考 都市原住民大概已经有将近五成 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原住民人口 已经移居在都市 那以我们高雄市为例的话 以户籍为主 大概有两万多人的原住民族人口 是在高雄市区 那在原乡大概将近一万 所以有三分之二的原住民的人口 是在都市 但是我们相对的 中央对于原住民族文化传承 包括语言的预算的编列 原乡跟都会的这个配比呢 就有很大的落差 应该是要请 现在五二零之后的 中央研民会政府呢 应该要对预算的调配呢 要可能要对原乡跟都会 要做一个调整 我想主委 这个是蛮重要的 既然都会的原住民现在 预计到都会的越来越多 但是在就像你讲的 这个统筹的比例 在经费的预算里头 我们都会的比原乡还少 所以 我们什么都把资源都放到原乡 不是说原乡不需要 但是都会区的还是更需要 那特别 那我刚刚讲的这个文化活动 我觉得大家都感觉上 好像现在研民会都不重视 所以这个活动经费越来越少 那每一次我们都 当然你有配套 用配套 那我就单纯文化类的活动 我是觉得是 因为一直逐年减少 我觉得这个部分 势必应该回到99年 至少啦 回到99年的这个水准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 才会能够延续性 谢谢议员 帮忙对原乡文化这样的一个 预算的争取 那当然我们也是在府内 也希望能够为族人 对文化活动部分 能够争取更多的预算 但是整个市府的财政 我们当然有考量 那对于这样一种 比较困难的环境里面 要如何推动我们原住民文化 所以我们原民会 就第一个是结合产业的计划 包括中央 像我们今年就争取到中央 大概有一千多万的产业集合 我们就结合这个推动 另外一个就是横向的联系 包括比如说我们在 除了刚刚一眼所列的 联合风年季以外 我们大概还有一个 原住民艺术下乡的活动 在下半年也要进行 我们跟农业局来结合 那包括有关于原住民舞团 这个布拉瑞洋的这个道访呢 我们也跟中央的文化部 甚至在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布丽玛艺术节 在高雄我们结合原住民文化基金会 包括我们的交通局 我们希望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做推广的部分 把原住民文化来推广 那我知道一眼关注的应该是在原住民文化传承这个部分 预算确实会比较让主人感觉比较没有直接的接触 会觉得说预算是少很多 这部分我想我在预算编列上 我们会再做一个调配跟争取 谢谢原 谢谢主委您的答复 那我还是要就教一下市长 如果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能够让原民在文化的活动经费上 能够在家的依存 因为我们一直说尊杰尊杰 我觉得文化的部分不应该尊杰到这么低 那可不可以请市长来答复一下 请找部市长 谢谢主席 谢谢额顿议员 我想对原住民的文化活动 我会大力的支持 那我会觉得说 第一个 我会认为 过去中央的人民会 对高雄这一类的活动 基本上来讲 很少给予支持 那今天我会觉得说 新的人民会 基于南北平衡族群 高雄市有16组的原住民 那我们希望有不同的这些文化活动 我希望中央跟高雄市政府 我们也会愿意支持 高雄这么丰富的一个多元族群 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我们愿意跟中央配合 一方面申请中央的支持 一方面高雄市政府 我也愿意大力支持 那就谢谢市长 也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提升 也让我们的能见度 就像过去一样 让高雄市市民 也让我们族人看见 因为台湾的原住民 特别高雄的原住民 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高雄市民的身份 另外一个身份是原住民的身份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 也希望说我们 多积极来协助 那我也知道 股仲主委你有中央过去的压力 我做过主委我知道 市长曾经也要我去跟中央要钱 过去的这个特别预算 500亿的特别预算 那市长说至少要抢1亿 我也曾经去过行政研兵会 写了19项计划 这1亿他一毛钱都不给我们 主要的理由他只有跟我讲说 不好意思是政党的问题 原住民没有政党的问题 我想应该党都挡不住才对 跟党有什么关系 是跟在地的原住民的福利是有关系 那我想说新政府应该有新的气象 不应该再用过去那种旧思维 那也希望股仲主委也多积极一点 那也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议算 那刚刚你讲的那个部分 多元发展计划 我觉得要恢复在过去 他们就直接匡列下来 就是按人口数 至少说有一定的比例 应该是下放到地方去 那我也在这边也谢谢市长 有这样的承诺 愿意大力的支持 这个文化活动的经费 我们也盼望说在下个年度 年底的时候在编议算 能够看到比较好的成果 那我想我就辛苦大家 股仲主委你请坐 因为超过十二点 我知道大家都缺氧 我想说这个部分 其他我看都很辛苦 那在这边也谢谢市长 也谢谢所有的 集处首长 也谢谢副议长的主持 那我的执行就到这边 谢谢 好 谢谢尔登议员 下午三点继续开会 今天 执行到此结束